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六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今天繼續是天晴 一座晚天氣會比較涼 大家出門的時候最好都是大地界外套 首先看看7時多時國區的氣溫 市區大約是16度 新界稍微低一點 普遍是14至15度左右 而打官更加只有12度 天亮的時候維港網出去 已經見到一片藍天 接著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受到乾燥的東北過游風影響 今早廣東沿岸雲涼不多 電腦的預報顯示 這個情況週末期間都會繼續 天色普遍會是晴朗 今天詳細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是天晴 早晚天氣清涼 日頭會是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會是22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偏北風 而離岸間中會吹強風 提提大家 天文台已經發出了黃色火災危險警告 表示火災危險性頗高 打算去到郊外朋友要提防山火 至於展望方面 東北過游風會繼續影響著我們 未來一兩天我們的氣溫會逐步下降 來到下星期的中後期 受到強烈的東北過游風補充影響 到時枝頭早天氣會是相當清涼 市區低溫會到14度左右 大家留意氣溫的變化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裏 再見